任何捷 文振的这部分 原来就是众德双语吗 我看资料里有提到 合作方还有德国的外交资源吧 所以我就帮它 翻译成了双语的 以后交流起来会方便一些 学过 大学的时候包了第二外语 有一些语法错误 这儿 这儿 这里 给你一天时间 要么搞清楚 保证不出错 要么还是用中文吧 是 恭喜各位 作为新人 凭借着自己的能力 正式地在公司 站稳了脚跟 对你们来说 今天也是个好日子 这是 这一次综合考量了 各位的工作业绩之后 新一年薪资的确认函 请各位查研一下 涨钱了 高德松 蓝千亿 谢谢 好睡 这是你的 孙逸秋 不好意思 等我一下啊 我这一次好像 没有通知你来开会吧 不好意思 是我自己搞错了 你们继续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一次只涉及到了 签了长期合约的员工 像孙逸秋这种快到期的 短期员工 是不涉及到加薪的 但是奇了怪了 他怎么会来呢 我没给孙逸秋发邮件呀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没看清楚邮件 我以为新人都要来呢 我 我就把他叫来了 你们收到人事部的 确认好了没有 杯水车薪 有什么可看的 张总 您刚做完一个大项目 这回彻底脱皮致富了吧 你们可饶了我吧 回家乖老婆骂就不错了 小孙 你涨了多少啊 人家涨多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静一下啊 小孙 我弄大为他 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 越是热门就越有风险 爬得一高摔着就越惨 这么简单的道理 还是用我们一句句教理吗 太扯了 我真是太扯了 自己明明是一个合同快要到期滚蛋的人 只不过是和大任务说了几句话而已 被人夸了几句 就连同南西北都分不清了 为了这么大力气得到的一切 难道 又要失气了吗 又要失气了吗 又喝 等工资了 那怎么着啊 想喝什么 我请客 不对 还是等许总回来再说吧 许总人呢 去马总那儿 交中国物流的合作方案了 老赵 他都去这么久了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那份文件 咱们都反复确认过了 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吧 我看好像不太乐观啊 谁做的 蓝千叶